曾益可的音乐道路多亏有了高晓松才得以发展的如此红火 从昔日快乐女生高晓松的不断力挺 非常好 这唱款特别好 到如今亲自操刀为曾益可制作专辑 老师的关爱真的是无微不至 但这位爱徒在高老师的心中会不会也是怪咖呢 我们也特地的采访了高晓松 听听她是如何评价曾益可的 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天才性格吧 天才性格就是这样子 长板特别长 短板特别短 所以大家知道每个人这块木头实际上都一样 比如说每个人一方木头吧 正常的人就一方木头做了一木桶 差不多都一样常能装好多水 天才是有一根木头特别长 但他站走了那么多木头以后 就一定会有特别短的短板 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 但是创作人最好就是这种歪人 一个圆圆的木桶能装好多水 那成不了天才